好 那么可以看到两位学生打乱完成了 那么观察徐日航开始的还原 好 可以看到徐日航这一把稍微有点犹豫 但是做完F以后接一个PL是7.29秒 我对他来说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成绩 飞升给出了5.93秒的不错成绩 第一把就是一个SUV6的成绩 是的 可以看出飞升的状态不错 那么我们看一下第二把 好 机器人打乱的是非常之快 我们看一下这一把 大家观察时间都挺长的 是的 感谢Mr.C投位的小猩猩 好 这一把可以看到徐日航也是率先开始了还原 这一把6.94秒 对于徐日航来说也是一个相对较为中规中矩的成绩 是的 然后飞升这边 感谢干Cube率的高投位的120个持瓜 飞升这边又出现了一个DNF 这个是什么情况呢 那么 但是刚才那个好像是人为的DNF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的第三局 感谢绿豆高投位的180个持瓜 看一下飞升这边已经在进入观察阶段了 第三把还原飞升 准备开始他的第三把 哦 刚才是飞升以为打乱好了 然后开始还原 就还原完之后发现没有好 那这是他一个个人的问题了 对 第三把飞升给用蓝底给出了一把6.09秒的成绩 我们期待学习航采用了黄底的做法加一个Vperm 这一把是给到了7.45秒 有一些可惜 有一些小小的失误 是的 不过两位选手第一次线上赛都会或多或少的有一些失误 好 那么两位选手开始他们第四把的打乱 好 都已经进入了观察阶段 飞升压着最后一秒的实现开始的还原 需要给出了4.88秒的成绩 飞升这边一个6.78 一个不错的成绩 但是对于4.88秒来说 也确实无法匹敌 这是目前最快的一把还原 4.88秒 是的 我们来看下最后一把 许瑞航这边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情况 两位选手都有可能获得本次比赛的胜利 而对于许瑞航来说他的压力 对于飞升来说他的压力应该是更加值大的 因为目前他们的队伍稍稍落后 是的 好 这把许瑞航做的白底 飞升7.07秒 许瑞航给出了5.53秒的成绩 那么许瑞航的平均是6.58秒 而菲勒斯的成绩是6.65秒 好的 那这样的话让我们恭喜许瑞航以0.1秒的优势 战胜了 这里面应该是可以重置的 那么刚刚大家其实也在提模仿机器人的问题 我想大家其实要对刚出现的新兴事物是可以有一定的包容 当然刚刚我们可以看到飞升的一把DNF非常的可惜 但是那一把输赢其实我想也不是飞升最关心的 那么他其实刚刚也没有对这个结果提出任何的意义 是的 所以请大家也对这次的比赛结果有所宽容有所包容 是的 而且我们可以期待一下接下来的比赛的结果 那么我们看一下刚才飞升这边给出了一个5.7的成绩 王一恒这边是一个7.89秒 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二把 哦 这边王一恒这边给出了一个5.96秒 一个5.96秒的成绩 飞升这边又是一个5.73秒的成绩 是的 二者的强强对决 大家可以看到前两把飞升都给出到了sub6的成绩 嗯 尤其第二把 王一恒给出了5.96秒非常不错的成绩 但仍然被飞升的5.73秒所战胜 好 那么来看 让我选择的第三把还原 是 不过我们这里要提示一下 这个王一恒现在在底下画面 王一恒这边是在左边的 就有那个复原特效的是王一恒这边 哦 飞升这边还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发挥 王一恒这边 6.85对阵6.58飞升又是略胜一筹 好 让我们再看两位选择的第四把还原 好 王一恒选择 大约4秒钟做到了顶层 飞升这里 6.48秒 非常非常的稳定 6.56秒 好 那么这一把王一恒 取得了胜利 以0.08秒的优势 在这一轮中第一次战胜了飞升 让我们来关注他们的第五把还原 是的 现在成绩是反过来的 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最终的解释 因为看到弹幕这边有很多人在讲这个软件的事情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先关注一下比赛 我们最后再给大家讲这个究竟是发生 就是这个软件究竟是发生了什么情况 然后飞升最后一把是一个7秒多 可以看到最后一把用了一些ZB的情况 稍微办了一些 但是这一轮王一恒也给出了5.73秒 这一把非常棒的成绩 那么王一恒选手的最后平均是6.43秒 而Felix的选手Felix选手他的成绩是6.30秒 那么恭喜Felix取得了这一轮比赛的胜利 OK看到其实现在韩叶珍的成绩是在左侧 然后飞升他的母方是在右侧 是的 大家可以在脑子里面预先设想一下 好 韩叶珍第一把给出了6.79秒的成绩 飞升随后开始 这一把的ZBL完成以后5.36秒 非常精彩的还原 飞升这边又是一个5.36秒 差点成为本场最佳单次的成绩 是的 最后一把ZBL处理也是非常快速 现在我们也是把韩叶珍和飞升他们的画面和魔方举到一起 第二把韩叶珍给出了6.89秒的成绩 但是飞升给出了更好的5.93秒连续两把SUV6 哇哦 是的也许有时候我们在前面的比赛当中可能会因为一把DNF而造成一点的遗憾 但是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把它找回来 是的 神永远是神 韩叶珍率先开始了还原 他依然选择的白底 弹幕里有好多朋友在给飞升加油 大家也可以进入这个Cube Station来加油 好 韩叶珍顶层似乎有一些消步 6.07秒的成绩战胜了飞升这一把的6.75秒 真的SUV6和喝水一样 是的 是的 这把结束飞升也稍微摇了摇头 你可以看到不管飞升还是韩叶珍都是稳稳的SUV7 在目前为止 第四把韩叶珍先率先开始了还原 最后一组F做完是5到6.10秒 好 飞升的6.40秒稍微有些遗憾 0.3秒之差 是的 但是前面的差距稍微有一点大 也不是很大 依然是有机会的 看一下这把非常关键了 0.3秒真的就是一眨眼的时间 好 韩叶珍又率先开始了他的还原 4秒左右做到顶层顶面 5.39秒的成绩 非常不错 那么飞升现在开始了他的最后一把还原 看到已经立马出现了一大片的白色 飞升这一把到顶层以后给出的是8.42秒 8.42那我们看一下6.324对6.36 0.4秒的差距 0.4秒的差距 好 那么看到两位选手已经完成了打乱 第一把徐月航率先开始了还原 飞速的FRL以后5.11秒 第一把就给出了5.11秒的成绩 飞了一个开始了他的黄底的还原 7.44秒 这把发挥不是非常好 哦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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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月航第一把先升夺人 我们来看他的第二把还原 做完一个大拇指型的偶尔以后 可以出到的是5.37秒的成绩 5.37 哇塞 令人太为观止了两把连续SUB5.4秒 OK 飞神第二把的成绩是6.83秒 其实是一个不错的成绩 但是 也确实许日航的发挥非常不错 是的 那么许日航能否在这场比赛中 打破世界纪录呢 打破由飞神所保持的世界纪录呢 值得期待 飞神第二把给出了5.27秒 第三把5.27秒 飞神的这一把反击 也是漂亮的sub6 有来有回 两者的对决可以说是非常好看 非常精彩 可以看到飞神率先开始了还原 黄底的 应该是蓝底的阶法 6.26秒 一个蓝底的 许日航 又是一个sub6的成绩 5.73秒 那这样的话 许日航能否有机会 打破5.53秒的世界纪录呢 目前看上去还是比较乐观的 现在许日航可以保住一个很稳的sub6的平均 是的 但是他一定希望不止于此 最后一个结婚 4.70秒 这是目前最快的一把单次成绩 好看到 Felix这边也开始了还原 这里做的应该也是一把蓝底 蓝底做完最后一做F5 似乎有些些的小失误 9.13秒 可以看到许日航最终的平均成绩是 5.41秒 5.41秒 这一把的成绩是比5.53秒的 目前世界纪录要快的 好看 好看 谢谢大家